在縣府文化局的邀請下 由藝術家設計門神版畫 然後由12個社區民眾參與簡直彩繪 各式完成在地特色的門神春天意象 參與的阿公阿嬤都很開心 感受很濃厚的過年氣氛 同時過程也促進長輩的身心健康 有參加到差很多 參加比較老的比較舒服 來做什麼? 加春年 加春年 還有做這個紅包 可以數年 可以放錢 存錢 不錯 不錯 我在家沒了 看電視 參加小區的比較好 人也比較好 人也比較好 比較輕鬆 透過社區民眾的參與 然後由藝術家來製作這個門神的版畫以後 邀請民眾來彩繪 那彩繪每個社區自己喜歡的色彩 然後再結合剪子這樣的一個活動 因為社區有很多都是長輩 那剪子這樣的活動 它有兩個很好的一個意義 第一個就是說它的一個創作的想法 可以符合一種活潑的色調 然後再來它的內容主題 可以有很多樣的一個變化 那社區的民眾也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參與裡面 達到讓這個藝術更普及 再來呢 這些長者 它也能夠有很多的一個運動 讓它的手部更加的活潑 然後活化它的一個腦力 縣長林正米亞特別來到原山上德社區 親自來剪子做春貼 希望透過歡樂宜蘭年系列活動 營造年節風圍 邀請全國民眾來宜蘭暑慶豐年 為了台灣全省 可以說過到我們的農曆年的 這個歡樂宜蘭年 只有我們宜蘭館而已 所以我們有最大的遺憾 所以今天特別來這裡 我們的這個 整遺憾在我們上德社區 這個社區 最熬指定的 歡樂宜蘭年的版畫 所以呢 可以說全國來到這裡 也要邀請到我們台灣全省 全國的好朋友 農曆過年來到我們這裡 歡樂宜蘭年 跟我們一起去過年 過這個很快樂很健康的年 而且呢 還說鼠慶豐年 現在還送給社區民眾 開國大學外籍學生 鼠年紅包 提前祝福大家 歡喜過新年 鼠慶豐年 音信傳 YA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採訪報導